詠春的權利法道是對我處世做事做人有很大的影響 你不可能只是拉琴那一剎那是放鬆 但是你轉我頭放了琴其實你個人很繃緊 練琴也好練詠春也好 應該是個人平靜下來 我覺得是平靜的 頭幾課之後 他就發覺功夫原來可以是這麼簡單 可以是這麼直接的 人的煩惱通常因為太多東西 學了詠春之後我就懂得把多餘的東西拿走 她會有所說的 我我介紹到的玉琴 因為我父親愛玉琴 我叫我玉琴 我當我畫了 就像玉琴 是一個技巧的畫面 你必須要畫它先 然後你讓你的創作 和你的能力流用 和藝術 是在這裏的畫面 你混合不同顏色 你真的令它美觀 我認為這次是我的生活 是這次幫我幫我做的 因為藝術很講求感覺 詠春就是用感覺去做 當然要去到藝術 就是精才能去到藝術 技術層面去到精華就屬於藝術 大家都經歷過很多不同的需求 但我們往往要作出決策的時候 我們需要自己有一個底線 我哪些東西是不會做 哪些東西是需要做的 這個也是詠春的法度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未必需要用武術和其他人去搏鬥 但我們還會遇上不同的人生角力 無論在家庭生活或工作上 當面對各種衝擊的時候 我們能夠運用詠春的法度 我們便能夠控制自己 控制對手 好,這就是詠春的精妖 詠春的權利是以這個中線為主 這是我們做人一千年都不會變的 如果我們做人沒有那個宗旨 我們沒有辦法做成事 自己也不會造成一個有作為的人 譬如說我現在每一天的時間二十四小時 我是不夠用的 但是我先定了我的中線 我是不是要先照顧我家 我是不是需要時間去做我生意上的工作 朋友的時間是要多少呢 我安排好了之後 我知道那個就是我自己的中線 在任何一場搏鬥裡 我們都需要保持清晰的頭腦 這個拳手 只是用著他的盲力去進攻對手 而他的對手就保持冷靜 輕鬆到好像不用用力 就可以把他擊倒了 在生活裡 我們經常會面對各種各樣的難題 就好像一場搏鬥 要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 如果我們不能夠保持冷靜 就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定 你靜的時候 你和對手對打就很著手 你平靜你的直覺才會發育 自有保持平靜的心境 放鬆身體 我們才可以在危急的情況之下 作出果斷正確的抉擇 有一次師傅他教我 他說這個角度是怎樣 就會有幾大的不同 我就發現很特別 所以我嘗試去用一種泳春的想法 去拉琴 我發現我是大聲了拉 還有我是不用力多了 當和人溝通的時候 我們有時會受到負面情緒的影響 而不能夠控制自己 令到自己家人和朋友受到傷害 有時我們雖然能夠控制自己的身體和位置 但是我們也或者想急於一拳打到對方而失位 同時也會過度消耗自己的體力 如果我們能夠鍛煉好詠春的權法 明白詠春的權利 放鬆身體的每一部分 保持自己的位置和中線 詠春科學化的權法 就可以充分去發揮 我會先守住自己的中線 就是我自己的基本底線 然後我才一步一步去爭取更高的盈利 這些都是詠春的法道很重要的 詠春給我的感覺是很奇妙的 因為我覺得在200年前 為什麼可以有人這麼聰明 可以將這麼多這麼複雜的動作 經驗簡化了它 然後它也有這麼多哲學的思想 然後放在一起 變成一套現在我們學的詠春拳 可能人體是有很多潛在了的東西在背後 所以我學詠春裡面覺得 這件事一定有很大的精神意義在後面 很多新的東西等著你去發掘 我很有期待 我希望學那些人 真的要古老翻小小這樣學 要相信師傅多些 就不要經常教師傅怎麼教那種 學了不論你學成怎樣 你真心去學過 你對自己怎樣也有工作 我會說 謝謝你 甚至於名叫我詠春 你正確實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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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這次拍攝這套特輯 就是把詠春的精妖 奧妙的地方介紹給大家 讓我們年輕的朋友 大家可以明白這套權的好處 讓他們有這個內心 有這個決心去學好這套權